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之前有跟大家報導過大陸出現了外賣玩事件 還說千多元一個外賣 但後來外賣平台澄清說沒有這樣的事 只不過是有人以我傳我 跟著內地的警方在月頭亦是證實事件 是不涉及提供非法服務 而網上流傳的影像是拼湊而來的失實內容 去到11月16日 當事人那個影相的網紅 就叫小豆豆 在他的帳號公開道歉 他的道歉內容是說自己為了獲取流量 竟然冒充這個騎手身份 擺拍了送外賣的相關影片、相片 而這些相片或影片在網上流傳 令到這些騎手群體帶來困擾 亦損害了他們的形象 亦為了社會公眾帶來誤解 他說已經認識到錯誤了 就刪除所有相關影片照片 向所有騎手誠懇道歉 就說自己以後不會再犯了 但是他這個道歉不是每個人都收貨 有不少人就說這樣擺拍 其實等於造謠為了流量炒作 其實做送外賣都不容易 這些擺拍就在影衰整個行業 污名化人 亦都很容易誤到人 然後呢 人家把那個影片內容去修改一下 再配文案 好容易就變成假新聞 而且他是污名化賣那些做外賣騎手的女性 他說這些自媒體這樣炒作 應該要想辦法收拾他 甚至有網友認為他有個男同事 看到網上鋪天蓋地這樣說外賣援 他還以為很多女生在做這件事 其實呢 由這個新聞出來之前 即是說這一組的相片影片出來之前 外賣援這件事 但後來就演變到好像真的一樣 亦都有人出事一些千多元一個飯的餐牌 但其實全部都不是真的 反而其實我覺得幾奇怪 今次這個外賣援事件 公安去查都查得很迅速 而且整件事的來龍去脈都被他整理出來 就說那張圖那個外賣根本就不是大陸的外賣平台 其實就這件事來講 這個道歉的所謂網紅其實都賺了流量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相片上面也沒有說自己是外賣援 只不過是擺拍而已 又不是說自己出來賣 但他現在衝了出來道歉 是再吸多一波關注 對他來說 他是沒有任何害處的 所以今次的道歉 他是故意有意為之的 再加上他拍的相片 可能他都當是Cosplay這樣拍的 是外邊的人拿了他的相片 拿了他的影片 過來拼貼 就傳到齒層層的 實際上不關他事的 但是他應該是有人教的 知道可以這樣再拿到一波流量 所以整件事呢 他的道歉出來 我認為是有計過才會做的 好啦那今集呢 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說呢 下面留言啦 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